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就由我陪同大家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些课程 这节课开始,我们正式进入我们Android的Famework 也就是Android框架这个阶段的学习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标 我们的课程目标呢,很简单 安卓Famework呢,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 为了不把大家吓到呢,我们把课程目标写得很简单 第一,就是学习一个Android的Famework的架构图 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习一个bander IPC,也就是bander中间通信的架构图 第三,Proxy和Depter,也就是代理和设备器两个设计模式 重点难点呢,也就是Famework之中所涉及到的 Gi和bander的相关内容 好,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主题 磨刀不务砍柴工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节课主要是一些准备性的工作 我们在上一个阶段也想到了,我们这课程呢,并不会一上来又去灌输一些内容 而是假设我们大家都是什么都不熟悉 然后我们去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呢,同样的,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我们的学习思路 这个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再一块二来看一下 同样,我们现在是要学习Android FreeMark 那我们首先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进行Android FreeMark的学习 问完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确定了一下我们的学习思路 第一,先整体把握 第二,再具体学习 第三,持续理代 和之前是基本一样的 然后,我们确定了思路之后呢,就要想 那我们要学习Android的Famework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去学习呢 也就是,它的答案可能在哪里呢 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官网 并且呢,Android是一个开源的框架 那我们就很容易也想到了它的原码 那剩下的呢,就是 怎么学习Android FreeMark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具体实现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结合着官网和原码 按照我们确定的一个学习的思路 来具体学习一下 这里呢,还要提到两个地方 第一个,遇到问题 我们就解决问题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地方呢 因为Android FreeMark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 代码是很多的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遇到问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会遇到很多我们之前所没有接受到的知识点 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用怕,我们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 而且正是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才逐渐成长起来了 同时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被动的 我们更强调的一点的是 我们很多时候要去主动的去给自己提问 这样呢,学习的话就会更快 成长得也更快一些 第二点 要说的是什么呢 虎伦吞脏 这个虎伦吞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语域 而不多咀嚼 把枣子整个吞下去 就是寓意呢 在学习上不求圣洁 朦胧的接受新知识 原本这个学习方式是不提倡的 但是呢 还是那个 我们的安卓 它是七框架 太庞大了 陌生的东西呢 会有很多 假如说我们一个一个钻进去 很不利于对整体的一个把握 我们每个人呢 它潜力是无限的 但是毕竟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不可能 每个地方都给钻进去 去测出地底 把它给搞明白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不提倡 虎伦吞脏 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一个一个钻进去 那怎么办呢 这里我们就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虎伦吞脏 但是呢 要知道吞了几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说我们碰到一些陌生的东西 我们可以暂时不去告明白 它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因为我们可能暂时 用不上它 不用去知道它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它起的一个什么作用 更进一步呢 如果有需要 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是 要怎么去使用它的 这个呢 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 所提到的 一个虎伦吞脏式的学习 我们比较一下 一个跳跃式的学习 一个 循序 渐进式的学习 这是我们很常规的两个学习方式 这里我们的 虎伦吞脏式的学习呢 意思就是 跳跃式的学习 结合着 循序 渐进式的学习 也就是 看似是跳跃的 但是 其实 我们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好 这两个地方 先和大家 说一下 然后呢 看一下 我们阅读 原码的方法 在网上呢 很多时候会看到一些 初学的朋友 会 有一个问题 又不知道 怎么去阅读一些 开源框架的代码 这里呢 我们就 简单的 讲一下 这个阶段 我们是 我们会去 如何去开源码 主要呢 有 两个方式 第一 通过Source Insight 这个 工具 去查看原码 然后借助 UML 同一建模语言 这个 的工具 然后画一下 它的序列图 然后找一条 主线呢 理一下 它这个 函数是 怎么一步一步 去掉用下来的 第二个方式呢 同样 结合着 Source Insight 这个工具 来看一下 我们的原码 然后呢 再结合着 我们的 UML工具 画一画 它这个 类图 来 把握一下 它这个整体 是一个 什么样的 基本的结构 既然 我们要通过 Source Insight 看原码 借助 UML工具 去画 图 那 首先 我们就要 熟悉一下 这两个工具的使用 Source Insight 呢 我们可以直接到网上 百度 然后下载 安装 这过程 我们就不再讲解 我们现在就直接 先点开一下 这里我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工具 简单的 说几个我们会使用它的地方 这里我已经添加了一个工程 我们 把这个关了 再新建一个工程 第一个 我们要学一下 怎么在它里面添加一个工程 点完一个new一个project之后呢 这里可以输入一个工程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的 Android 点击OK 是 这里会让我们选择我们的圆码 所在的存储路径 点击浏览 我们找到我们的圆码的路径 我呢 是在这里存放的 好 点击确定 这就是我们的圆码的一个路径 这一步呢 它会让我们add 或者removeprojectfair 就是把我们的圆代码 加到这个工程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需要加的圆码 我们就把Famework base 寄给文件夹 点击add all 或者add trade 把它全部给加带进去 把这个圆码设计的原文件呢 可能稍微多了一点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好 有14000 将近15000个文件 我们添加一下 好 添加完之后呢 这样我们的一个 sauceinsight的一个工程 又建立起来了 这个工程里面呢 就是添加了一些 我们要看的 圆代码 好 我们先 这个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都要 主要学习一下 什么功能吧 刚才 刚才已经演示了 添加圆码到工程 第二步呢 我们学习一下 从工程中 查找文件 我们在sauceinsight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 当然 可能它默认 它本身默认的 是在 哦 是在 大家安装完之后 它默认 应该其实是在 右边的位置 我呢 为了方便 我就把它放到了 这个位置 这个空间呢 我们就留出来 看圆码 好 继续我们 如何查找一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我们的 文件名 比如说 我们要找 他们的加画这个文件 输入这个文件名 然后就可以找到 这个文件 双击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呢 它的代码 就出现在这里 接下来 如何从文件中 查找 它里边的成员变量 或者是成员函数 如何查找它成员变量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之后 这里有一个窗口 我们可以在这里 搜一下它的函数 或者成员变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 看的加画里边 可能有一个什么函数呢 比如说我们的拍照函数 我们说一个 这个picture 这里就出现了 picture 我们可以点击 选择 双击 就跳转到这里 找到了我们这个 这个picture 这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调整到一个变量 或者是一个函数的定义 或者是调用 就拿我们这个tickpicture 这个函数 为例 它调用了 这个tickpicture 我们怎么去跳转到 这个tickpicture 它的定义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窗口 我们注意一下 它其实 它已经 它就是这个tickpicture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窗口 跳转过来 同样呢 我们可以利用快捷键 按下control 然后点下我们的鼠标 也可以跳转过来 这是跳转到它的定义 那我们怎么去跳转到它的 交用呢 我们右击 右键 鼠标 这里有个jump to color 就跳到它的交用者 点一下 这里会去先搜一下 那我们这个工程 因为文件比较多 刚才我们也注意到了 有14000多个 所以说 相对来说 它会反应的话 就要慢一些 它要加在的东西 搜 要查到东西就比较多 好 我们这里就 说出来了 two matches in one file 就在一个文件中 找到了两个匹配的结果 我们刚才也注意到了 它这个搜索过程 因为我们交代的文件 在这个工程里边 有14000多个 所以说它会反应的比较慢 这里呢 有一个小技巧 我们可以通过 project 然后add and remove project 去选中一些 我们用不到的文件 把它给去掉 比如说 选一个 这个东西 我们用不到 直接点一个remove trade 这个18个文件 同样呢 我们这些东西 如果感觉 用不到的话 都可以点去的 而且呢 我们在 刚开始 添加文件到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 针对性的 添加一些 我们所用到的文件 而不必 把整个文件目标 全部给加进来 这个是 如何跳转到 成员边链的定义 或者是调用 还有一个功能呢 一个lookup reference 也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 search 这里 lookup reference 同样我们可以直接在菜单栏上 点这个r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可以找到 某个 某个字符串 或者是某个函数名 某个变量名等等 它这个东西 可以在整个工程中 所用到的 都有哪些地方 比如说 还有我们的tgp 我们点一下lookup report 这里呢 可以去选择 是在整个project里面搜呢 还是在当前fire里面搜呢 这个等等的呢 我们就在 是在当前文件夹 文件里面去搜一下 这里还有些选项 比如说case sensitive 又是要不要大小写 匹配呢 是不是要整个 整个单词呢 这里会跳过一些 书士等等 可以去选择一下 那我们点一下search 它这里就把它 在这个carnin java里边 这个文件 所用到 take picture 这个名字的地方 全部给我们列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 sense sensitive 这个工具 所经常用到的 几个地方 接下来 看一下 一个star uml 也就是我们的uml工具 这个工具呢 同样我们可以在网上 网上去 百度 staruml 去下载安装 这一过程呢 我们同样不再演示 这里安装好了 我们直接打开 看一下 这边 呃 这里呢 有一个model explorer 我们的模型浏览 里面呢 会有默认 新建一个model 然后我们右键 有add diagram 添加一张图 这里面有这么多类型 可以跟我们选择 我们在 在分析圆满的时候呢 呃 只用到了 我这里只用到 class diagram和 sequence diagram 也就是类图和序列图 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这两个图里边的 元素的含义 以后使用的那个情况 首先class diagram 就是类图 然后 新建一个类图之后呢 看一下这边的 toolbooks 工具箱 工具箱里有 大概这么个几项 第一个 class basic advanced 就是基本的 一些高级的等等 一些包 什么的等等 一些 备注等等 相关的内容 我们 首先看一下 这两个很好理解 工具箱里面一个class 一个interface 也就是 对应的 一个类 我可以画一下 然后一个interface 那假如说 我们的class1 继承了我们的class2 这个怎么表示呢 我们这里有个generization 点一下 然后从class1 从class1连到class2 这就是表示了我们的class1 继承了我们的class2 那如果说一个类 实现了一个接口 我们怎么表示呢 再比如说 class1实现了interface 这个接口 同样 这里一个interface 就要来得起 我们点击选中 然后从class1连到 好 从class1连到interface1 这就表示 这个类实现了这个接口 这两个关系呢 是我们很常用的表示 然后这里还涉及了 几个其他的 关系的一些表示 关系的一些表示 有association 关联 directed association 之间的关联 两个什么区别呢 就是一个是双向的 一个是单向的 关联 关联 简单来说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怎么提现 假如 比如说我们的class2 里边有一个 f1这个函数 那b这个函数里边呢 有个参数 参数的类型 class1 好 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给 继承关系给删除 这样我们 就可以认为 class2和class1 之间有个association 这种关系 同样的 看一下 aggregation 聚合 下面还有一个 completion 组合 这两个什么意思呢 它和association一样 都是表示两个类 之间的一个关系 但是它们两个的关系呢 比association 这个关系更强 aggregation 再次呢 就是 这个类 不好意思 这个类 是 这个类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 我们的一个汽车 有 四个轮子 那我们的轮子 相对于 汽车来说 它们俩的关系 就是 聚合 aggregation 再比如说 我们每个人 有两双手 两双 两只脚 我们的手和脚 相对于我们 的人来说 它的关系 就是 completion 组合的关系 这个组合呢 又比 aggregation 这个关系 更强一些 汽车 和轮子 分开了 这个轮子 和好好的 汽车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 我们的人 不可能和 把手和脚 跟我们去分开 这个关系呢 就是 completion 和 aggregation 这个 一个区别 然后 这里 还有一些 note 一个 注释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写一些注释 然后 note link 如果是class1的注释呢 就把它 连起来 表示 这个是对一个class1的一个注释 好 那个 类图呢 我们就 大致 先对它里面的一些元素 了解这么多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再add一个sequence diagram 也就是失去图 同样 看一下我们的tobox工具箱里面 只有一些什么元素 供我们使用 有一个 life line 生命线 这里边呢 可以去表示我们一个对象 通常呢 可以 可以写成我们的一个 object1 就是我们的 一个 一个对象 另外一个对象 这个 就可以表示两个对象 这条曲线呢 就表示他们的 生命线 在下面呢 有一些message 看message sense message 等等等等 各种message 这些message 那我们 可以 选择一下 从这里 连到这里 有个message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 picture 我们 我们 在分析原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表示我们的object1 调用了object2里边的这个函数 如果呢 我们还有一个对象3 我们的这个object 它的tickpc的实现呢 它又是调用了这个object里边的tickpc 那我们就这样表示 好 这里大家先有个简单的认识吧 后续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大家有不熟悉的 再去具体学习 当然呢 我们这里呢 没有去讲 怎么去获取android的系统的代码 这个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 自己查一下 然后去下载一下 android的系统的圆满 如果觉得从google的官网那里下载比较慢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在网上去下一下 别人已经下的下好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题 毛刀部砍材工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